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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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 我就这样做了 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于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最终还是伤害了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刚生下长子龙珠 后来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沈从文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最终深爱妻子的他及时刹车了 著名作家叶盛陶曾说过 九竹像张家的四个才女 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千斤 性格迥异 他们的婚恶故事各有各的传奇 图为张家四千斤的合影 分别是张元和 张允和 张允和 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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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于1946年 此后 沈从文和张兆和 两人携手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 张兆和2003年去世 享年93岁 著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转转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